下載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假設我只是想要初步的哪一區切單鍵最多 哪一條路或接或到切單鍵最多 或者什麼時間的切單鍵最多 因為它有個時段 它好像有提供一個欄位 就是所謂的那個發生的時段 哪個時間點切單鍵最多 諸如此類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做樞紐分析表的話 其實有個蠻直覺的判斷依據 就是說你如果要做這個分析之前 你一定要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當然你就沒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 所以你 像剛剛我講說每一年 有沒有每一年 可是它如果只提供給你什麼 只提供給你發生時間 裡面有什麼 有那個什麼年月日 但是這個年月日又不是標準的 可是沒關係我只要什麼 只要哪一年的話 那我可以抓前面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這邊打一個年好了 比如說要統計哪一年 那我可以 其實這個還蠻簡單 因為這個剛好它資料應該是文字 所以我直接用Labs 它不用像之前那麼麻煩就是 要用Test來轉 但如果你假設說你做了 那個 用Labs 之後發現錯誤 那沒關係 你再用那個轉換用Test來轉 這個的話 總共前面三個字 就是年 那你可以什麼 抓到這個年度部分 有沒有像下填滿 那年度的部分就全部出來了 104年的 105 106 107 有沒有這些字家都有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用Labs 它切過來的東西 它一律是什麼 靠 左對齊有沒有發現 那靠左對齊的話它是一個文字喔 不是數字喔 所以 假如說你後面那個年度如果可能會需要做大小 比對或者是說 那個當數字看待的像之前那個群組的話有沒有 那你可能就要把它怎麼樣 再轉成數字 會 比較沒問題 會比較沒問題喔 所以如果你要再轉成數字的話 那前面講過嘛 你這邊可以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Value 你就是在Labs外面包一個Value 這樣的話呢你會發現喔 打勾之後呢它又靠 右對齊了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會比較保險 它會是一個數字 OK 那當然有時候啦 有的時候喔 沒加Value 其實 有的時候還是會正確 可是有的時候就會出錯 所以如果有那個有時候的時候 我就建議你乾脆就先轉好了 否則的話喔 不要等到出錯之後再來轉 那當然如果假設啦 以那個年度這個來看喔 這還蠻簡單的 我如果想要知道說歷年來喔 到底治安好或不好 就有沒有變好變不好 其實只要再加一個折線圖就看得出來了 所以要怎麼把那個折線圖做出來喔 其實這邊的話可以插入什麼 樞紐分析表有沒有 然後這個範圍OK按確定 然後你就把什麼 把那個年有沒有 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那因為呢 拖拉過來它會加種嘛 所以你把它改成什麼 值得 藍位設定把它變成技術 就是說幫我算幾個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103年一個 不過這個應該是不準的 應該是他10 所以也許這個 這個其實103年只要可以刪掉 忽略不計 不然的話 好像103年 突然跳到104年突然治安變得很差 這個喔 然後你會發現越來越 看起來好像治安喔 如果從104 到110 110 因為他到9月底10月初 所以其實好像真的 今年的住宅切算件突然下降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你用眼睛這樣看有沒有 其實倒也是看得出來 可是如果說今天最好是用一個圖啦 而且這個圖最好是用什麼 用個折線圖 而且最好有節點的 你會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馬上就 出來了 但是103年這個資料可能 不是OK 所以我是建議乾脆把103年的資料 把它刪掉 OK 所以這個如果這邊沒辦法刪的話 你可以從100 這邊怎麼103 100怎麼會有103 這個 這個可能再找一下把那個103的 那個資料 把它找到 那也許可以把它刪除掉 不然的話這個 可能還是會影響在最後的那個 從這邊找 從這邊把它做做資料排序好了 資料 排序的話就A到Z 真的有100 他好像後來補一筆喔 這個把它刪掉了 OK啊如果你把這邊刪掉喔 你會發現這次還在 那怎麼做 其實你有個方法 你可以再切回到分析 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有沒有他重新整理之後那一筆不見喔 這樣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如果以那個什麼 治安狀況來看 實在是越來越好 有沒有你會發現 治安狀況 他的數量喔 每一年每一年 降低 而且108到109就已經降很多了 現在要降更多了 有沒有OK 所以看得出來喔 假如說只是統計年的話 其實還蠻快的就可以看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 給人家看的是什麼 像這麼多資料說真的怎麼會知道 到底治安變好還變不好 可是如果你可以快速的把它用什麼 樞紐分析表 統計一下 馬上就有個結果 OK 所以第一個喔 我們已經知道 上面這個名稱可以改 這個也叫什麼 歷年的那個 這個住宅切大案件的那個 就是數量 統計 OK 這個的話 這個不要這個 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個叫圖例 OK 這樣就很清楚了 好 那第一個喔 假設啦 我們是統計年的部分喔 所以剛剛喔 其實我只是插入 數量分析表 有沒有然後把這個年拖拉到年 然後把年拖拉下來 這個改成計數 因為它如果是數字的話 它會變成加種 所以你要把它改成計數 OK 好那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如果現在要統計什麼 哪一區 區的話呢 剛剛講過你可以插入函數 然後用什麼 用那個mid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用mid 然後這個資料嘛 然後 從第 剛好是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取三個字 OK 文山區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 馬上就可以看到了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什麼 文山區 到底 自然好不好 信義區 當然一般我們會假設啦 我一般印象中好像那個哪個區 治安最好的 感覺應該是 應該是大安區會相對比較好吧 比較差的應該是哪裡 比較差好像是萬華區的 萬華區每次去 感覺好像它就跟 台北市 就是有那麼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你到那個 龍山市捷運站的附近 哇 簡直 那邊的那個生態完全不同 那還有哪裡呢 其實像 北 北投或市林好像 感覺自然 好像也比較不好 不過這個只是說我們一般的印象 但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就很難說了 OK 所以呢如果想知道 真正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比較OK呢 我們可以 就是利用什麼 一樣插入 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一樣這個範圍給他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就是把什麼 把區拉到列的地方 再把區拉到直的地方 OK 因為呢區裡面是放的文字 所以他不是加種 自動就計數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是計數 就計算數量 為什麼裡面是空的 看一下 如果說他 已經有資料但是沒出現的話 那很有可能是沒有更新 所以如果假設遇到這種狀況 我看一下是不是重新整理一下 把它怎麼樣 做一下 如果假設說我們剛剛做 如果 拖拉下來理論上應該這邊有區才對 空白 為什麼空白呢 因為他抓不到那個 這個 更新的資料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那很簡單 請記得 在這個裡面有個分析 這邊有個什麼 重新整理 或者全部重新整理 假設我是覺得全部重新整理 比較一勞永逸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這個資料就出來了 OK 那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個地方剛剛已經有做過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他會 如果你曾經 之前做過樞紐分析表的話 他會 記得你之前 舊的資料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假如說 舊的資料沒有更新的話 比如說我們剛剛又產生區 那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 分析裡面 找到重新整理喔 OK 我新舊版可能位置不太一樣喔 我這個版本應該2019 大概這個位置 如果2013以後應該都是在這個位置 好那我們 資料就出現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到底哪一區最多哪一區最少 其實一般當然看起來如果我要強調的 是 那個治安最差的 也就是數量多的 在前面 數量少的在後面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需要做什麼 排序 有沒有 那怎麼排 資料 裡面喔 特別注意 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什麼 A到Z跟Z到A 有沒有 那我如果今天是希望什麼 那個 數量多的在上面 數量少的在下面 那應該哪一個 Z到A 所以我把它點一下 游標記得喔 放在B4 資料裡面的Z到A OK 那你可以看到喔 馬上就有結果了 我們列出前三名 不意外的 剛剛好 有沒有 不過好像中山區 中山區本身其實之前也就是 很多狀況 包含那個林申北啦 或者印象中哪裡 中山北 還有哪裡 新申北 好像那一代 就很容易有一些 這個這個 案子發生 當然我們這個是住宅 竊道 如果說搶 另外有個搶奪 有沒有 你們也可以看看喔 到底 台北是哪個地方 最容易發生 搶奪 有沒有 另外他還有提供什麼 像機車 汽車 有沒有 竊道 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住宅 跟那個什麼 汽車機車 像自行車 他的竊道案件 有沒有相關性 是不是說 如果住宅竊道 多的是不是 他其他的 其他的竊道案件也會多 這個我想喔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也不妨 可以再去了解 一下 因為可以透過不同的資料 可以推測出 是不是有一定的相關性 因為 畢竟小偷 他偷人家家裡 跟偷車子 是不是也有類似 當然這個我不知道 不過如果各位有興趣 可以不妨了解一下 那 治安相對比較好的 這三個 而且喔 蠻意外的 大同區 相對是治安最差的 為什麼 也不知道 而且大同區好像 離萬華也蠻近的啊 離士林也蠻近的啊 為什麼 而且離 中山也蠻近 他剛好就在這三區 的旁邊 那為什麼這三區旁邊 反而他治安是最 住宅竊間最少的 不知道 OK 所以其實也可以 再了解啦 不過 關於這些 我可能 尾長區大稻埕那邊 我記憶上中 好像大稻埕那邊就是 大同區吧 OK 那那邊的感覺就是說 那邊社區營造好像做得還蠻好的 因為他們整體好像就 一起做一些像文創相關的產業吧 然後大家好像有一個連結 也就是說 住戶跟住戶之間好像雖然是舊社區 可是好像彼此之間都互相有認識 這樣對於那個住戶愛槍好像是有幫助喔 OK 所以這個當然做出來之後最後的話 我們如果想要什麼 統計一下 那當然你要統計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移到分析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所以剛剛是資料裡面 Z到A 把它Z到A 然後再切到分析 找到什麼呢 樞紐分析圖 因為其實 雖然說看這個表格 其實也已經很清楚了 可是說真的 如果跟那個 就是 圖形 圖表來比較的話 當然還是看圖表比較直覺 有沒有 所以呢 要怎麼樣把它變圖表 很簡單嘛 另外第二個 那用哪個圖表比較恰當 剛剛如果呈現的是 跟時間有關係的 通常用折線圖 為什麼折線圖它有高高低有節點 一目了然 可是喔如果我今天是希望 知道一個訊息 最好跟數量有關係 而且這個數量跟百分比有點關係 百分比就是 全部的治安案件哪個區塊最多 那當然喔 如果以這樣比起來的話 這如果說你有分析圖 那你用直條圖也可以呈現 可是 它比較強調是數量 那如果我想要強調是比例的話喔 其實喔 建議還是用什麼 用圓形圖 為什麼圓形圖有點像一塊餅 就這麼大 分給大家 誰分的最多 所以呢我用圓形圖 按確定 那如果圓形圖做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 呈現出 這樣一塊的餅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就中山 有沒有 這一塊的話就是四林 這一塊就北頭 這個旺華 北頭應該是在這邊 可是你想說啦 那個圓形圖已經夠清楚了 但是 如果你還要看圖力 去比對那個那一塊 說真的 其實還是不夠清楚 所以呢 理論上喔 我會再做兩件事 什麼事呢 第一件事喔 我會把 這個餅上面直接就是中山區直接繡在上面 然後百分比也繡在上面 如果我希望這樣的話 第二個的話呢 直接乾脆把那個餅最大的 把它拉出來 有點炸開來 類似像這樣 這一塊就是最大的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會更清楚了 跟他講說 就是治安最差啦 OK 可是要怎麼做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把這個先 再來的話 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注意 這個先關一下 再來的話呢 請你在這個 這個圖上面按右鍵 那因為我需要知道 在這個圖上面要增加的是那個所謂的標籤喔 所以那個標籤叫什麼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這個 圓形圖上面 按右鍵之後 那個東西叫做資料標籤 當然呢圖說文字也OK 可是圖說文字它會長這樣 我可以給按右鍵 給示範一下 長這樣 其實也OK啦 只是說 有的時候感覺好像 我不知道就感覺沒有很正式啦 如果假設說你只是要這樣效果OK的話 那你就按右鍵 圖說文字就OK了 可是像我的習慣我不太喜歡這樣 我習慣還是正式一點 所以可以用資料標籤 按右鍵資料標籤 但是呢這個資料標籤加上去之後的話 它有個問題 第一個 它是直接把數量放在上面 可是我不是要數量啊怎麼辦 很簡單 請你在數量上按右鍵 再找到資料標籤格式 特別是喔新增資料標籤之後的話 修改它的格式 那怎麼改喔特別是喔 按右鍵 資料格式 它原來標籤上面的選項是值 可是我不要 我要是它裡面的名稱 所以呢請你選擇類別名稱 再選擇百分比 然後把值給勾掉 OK你會發現這馬上就顯示出 中山區13% 市林區11% 萬華10% OK那已經很接近我們要了 只是說呢 因為呢它的字是黑的 這個圖呢底色有些也是黑 像這個是深 深藍色 完全看不到 怎麼辦呢 一般習慣喔 我會把 標籤的位置 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中點外側 什麼叫做就是把它移到外面就對了 OK這是我我個人習慣 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OK 那沒關係 只是說這個實在太 太完全看不到 所以一般習慣是中點外側 好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大概就差不多了 所以記得喔 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再按右鍵 更改資料標籤的格式 資料標籤格式 把 類別名稱 百分比打勾 然後中點外側 OK 那最後的話呢 第二個步驟就是把它炸 就是把這個東西 其中一塊有沒有 把它搬出來 類似像這樣 把中山區 治安最差的 搬出來 就完成 但問題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把它炸出 這個 往外移動那個要炸 一般 專有名稱叫炸開 就是把那個 那個區塊 那怎麼炸開 特別注意喔 你可能要點兩次這個圓喔 第一次的話 點下去是 整個選區 第二次的話呢 是選擇這個區塊 然後往外拉一下 這樣就OK了 其他上面這個名稱 標題也可以改一下 這樣 各區孔記好了 比如這邊 統計圖 簡單 OK 上面這個 字的大小啦 字的顏色 這都可以改啦 自己再改一下 OK 這個 圖力部分的話 其實就不需要 所以這個圖力不需要的話 你就點它 按Delete 它就消失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這個 圓形圖呢 基本上 就產生了 就螢幕 至少我覺得 你一看就知道了嘛 OK 至少如果兩個比起來的話 那看這個 圖相對的 會 比看 這個什麼 左邊的這個表 該是 直覺太多了吧 那當然呢 更不要說是跟這個 這麼多的資料比起來的話 那 根本就是 差異太大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 做了兩個資料統計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黏的部分 黏的部分我是在這邊插入一個 一個 黏的欄位 然後呢 用Laps加Value 並且呢 插入樞紐分析表 過來然後把黏 黏拖拉這個地方黏到黏 把它拖拉下來 OK 另外的話就是 再統計那個 各區的一個統計 OK那畫面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